西爪哇省萨拉火山一处 海拔1500多米的悬崖边 发现了一架飞机的残骸 救援人员认为 这就是失踪的俄罗斯客机 更多细节目前还不清楚 9号早些时候 一架苏霍伊超级100型直线客机 从亚加达哈里姆空军机场起飞 进行当天的第二次飞行展演 飞行过程中 驾驶员向塔台报告称 飞机将在西爪哇省 茂雾县的萨拉火山周边 将飞行高度从3000米降到1800米 此后这架飞机便从雷达上消失 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机上所有人员下落不明 据印尼方面介绍 机上有8名机组人员和42名乘客 乘客中包括来自俄罗斯和印尼双方的 商界政界人士和记者 不过也有消息称 请自利用转发公司 第一个订阅 市场上少计划 在市场上 znajdu 市场上更新闻 有点重要的 有点 您撤 可在该乱 两个人 上转发生 了 自然 想 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